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粤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羹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276集 畏罪自杀 东窗事发之后 宋伯正事就按照既定的计划 把杨传南推出去顶过 一边暗中布局 一边等待巡抚大人的到来 张巡抚听到这里质疑道 那么 为什么你要亲自留在丁十五号狗肉铺 张布里应该有对宋布正史不利的罪证吧 是 张布里有几笔军须是从布正史司 转运到都指挥史司的 至于我为什么留在丁十五号 我收到的命令就是这个 这不合理啊 许清安皱了皱眉 看向三位白衣术士 他的话可信吗 三位白衣术士摇了摇头 看不透 他的气数被掩盖了 望气数无法窥探 望气数无法窥探 许清安先是吃了一惊 而后醒悟 梁有平身上被人动着手脚 有人替他掩盖了气数 四号说过 术士有手段克制巫师 正是因为这种屏蔽 才让梁有平避免了咒杀和占卜 尹燕 你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许清安智力严重下滑 张寻甫还是希望多听一听他的意见 让梁有平等在狗肉铺里 就是一个错误的决定 我觉得 以宋布正使得老谋深算 不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 许清安侃侃而谈 当然 不排除这事挑衅 毕竟如果没有那位神秘高手中途掳走梁有平 我们即使知道问题不对 也查不出什么 最后只能拿着切实的证据 把杨川南带回京交差 是挑衅还是别有原因 暂时无法确定 除非当面堕一致送长府 倒是那位神秘高手 许清安 有怀疑人选 那就是B王杨千焕 首先呢 他只认识这么一位高品术士 其次 虽说外头有散修术士的存在 但能屏蔽气数 能瞒过江绿中的感知 这份实力 可不是一般的散修能达到的 这就好比前世 能进中科院的绝对是高学历人才 不可能存在自学成才的野生学士 至于为什么是杨千怀 因为许清安只认为是这位 嗯 这个猜测呢 还有待确认 想知道原因还不简单 张寻福冷笑了一声 即刻传令 全员出动 缉拿不证使送长府 记住 兵贵神速 依然是杨川南的那一套 但很好用 突击行动 能够让敌人猝不及防 来不及做出应对 没多久 虎奔卫全员出动 张寻福只带了江绿中和寥寥几位大羹人 其余银罗铜锣留守驿站 看管杨川南 许清安也留在了驿站 理由是休养生息 他刚在城外开了无双 这会儿身体虚弱 不宜行动 碰了一声 布正使府底的大门被破开 江绿中带着虎奔卫杀进府中 把反抗的府尉一一制服 出乎意料的是 宋布正使没有如杨川南一样现身 虎奔卫在卧室里找到他 他已经死了 宋布正使倒在地上 胸口插着一把匕首 鲜血流淌一地 浸染了衣衫和半张脸 寻福大人 他死了 虎奔卫检查过后 拱声汇报 畏罪自杀了吗 张寻福走到尸体边 脸色严肃 宋长府竟然就这么死了 他沉吟片刻吩咐道 派人去府衙 传唤经验丰富的武座 过来验尸 武座很快就赶过来 随行的还有云州知府 知府大人满脸惶恐不安 在卧室见到宋布正使的尸体后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寻福大人 这 知府脸色惨白 嘴皮子颤抖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慌什么慌 张寻福看了一眼 宋长府的尸体 只好先把知府带出卧室 来到书房 给他讲述案子的反转 原来宋布正使 才是勾结乌神教 为山匪输送军需的罪魁祸首吗 知府目光呆滞 半天都没消化这个惊天大消息 此事应该尽早告示下去 隐得云州官场人心浮动 位置决定思路 张寻福此刻想的是 如何安抚官员维持稳定 换成许清安在这里 首先做的是 对尸体和案子 吹毛求疵 直到没有疏漏 正说着 胡奔卫进来通报 大人 武座已经演示完毕 传他进来 武座脚步匆匆进来 低着头 抱吧 武座这才说话 是 死者宋长府 年四十五岁 身高六尺一寸 尸体的头部 发肤 骨骼均无损伤 四肢躯干 除胸口刀伤外 无其他损伤 口腔咽喉 无意味异色 非中毒而死 经检验 死于胸口刀伤 是自杀 张寻福汉日首 妥善保存尸体 召集白帝城 六坪以上官员 指不证使司衙门 本官有话要说 做完安排 张寻福皱着眉头 沉思许久 招来一名铜锣 吩咐道 你速回驿站 将这里的事 原原本本告诉许奇安 听取他的意见 回禀本官 对了 包括武座的验尸报告 是 驿站 什么 宋不证使死了 听到消息的许奇安 惊得灯打了眼睛 寻福大人想问问你的意见 那位传话的铜锣 大大咧咧地坐在桌子上 脚踏着长灯 手里捏着茶杯 喝了一口 老磕道 醒宋的倒是识趣 听到我们破门而入的动静 知道在劫南逃 畏罪自杀了 寻福大人 让我回来问问你 怎么看这件事 远峰 你怎么看 许奇安脑海里 下意识地浮现 这句名台词 宋长福畏罪自杀 是他没有想到的 还以为有机会 让梁友平与宋长福对部公堂 许奇安精神异常疲惫 想事情要一件一件地想 是寻福大人的 兵贵神速的策略起到了作用 让宋长福觉得大势已去 选择了自尽 但正常来说 不应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吗 这又不是打游戏 感觉有点劣势就五分头 死得有点过于冲动 也有可能是那位 始终不曾现身的梦巫 杀人灭口 不对啊 梦巫杀人灭口的前提 得是东窗事发吧 可他怎么知道 事情已经败露了 刹那间 宛如一道闪电 披入脑海 驿站附近 肯定有宋长福的夜线 时刻监视着这边的动静 没准就是那位四品梦巫 福顺标局的标诗 压着梁友平进来时 虽然有套着麻袋 但瘸子走路的特征很明显 宋长福早就知道梁友平已经落网 许清安心里做出判断 他终于意识到哪里不对劲了 我们在驿站里 审了梁友平半个多小时 之后巡抚带队冲入了 不正式府邸 其实以虎奔位的奔行速度 从驿站到不正式府邸 少说也得四十分钟 这么漫长的时间里 宋长福会坐在家里等死吗 可是宋长福的确死了 武座已经验明正身 我操 不好 中计了 许清安脱口而出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 讲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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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number2